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 嗯 还有狗狗 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套榜单哦 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有关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这个北韩呢 这个领导人啊 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在最近 他的身体健康的情况 可以说是一日多变 那么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这个引人注目 那么从开始的时候 说是金正恩呢 他这个突然心脏病发 然后进到医院里面 去这个紧急救治 然后说是北韩的医生呢 这个这个开刀 那么有这些说法 所以有八个 本来是一个小时 就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结果用了八个小时 结果因为这个北韩的医生啊 没有在这么体重那么重的 这个病人身上来进行 这个心脏架桥的手术啊 支架的手术 那么结果呢 造成了这个金正恩在病床上面 就给养不足 而变成了植物人 又有报道说 是这个中国大陆 派了一组医护人员 连眼赶到了这个平壤 来为金正恩来进行治疗 那么在这个CNN的报道说 金正恩这个是一名无辜 他这个没有能够活过来 那么还有呢 在这个川普总统说 没有他这个 金正恩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祝福他 但是呢 美国一直没有证实说 任何的情报也没有证实说 金正恩出了问题 而在昨天呢 是南韩的统一部的部长 金炎哲 他却这个发表了一个声明 那么声明里面说 金正恩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这是这个外面这个传来传去 这是完全是无稽之谈 说金正恩现在这个身体好得很 正是在那边 我们正在度假当中 那么但是一直到今天早上 包括了NBC CBS 这些美国的大的电视台 仍然在新闻报道当中呢 还是这个无法来确定 金正恩到底是怎么了 虽然他们也报道了是南韩的统一部部长 所做的这个谈话 而且呢 对于北韩 朝鲜的一些的动态 说真的是南韩的军事情报人员 他们最为了解 他们的情报也最为正确 所以呢 南韩既然这么说 说这个 说这个 金正恩一点事都没有 虽然是金正恩没有参加 在前几天的金日成 这个北韩的这个 这个建国的这个国父 他的这个生日的 这个重要的这个机会 但是并不表示金正恩 他真的如同外界所传言的 是这样子他的生病 心脏病发 甚至于已经是逝去了 过去了 那么美国的这个新闻媒体 一直到今天早上 人人还是不能确定 金正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两位嘉宾 你们看金正恩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这个卢南先生 您是不是先跟我们来来谈一谈 你觉得金正恩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大家不用替金正恩担心啊 就金委员长应该是很好 我们从他的性格来看啊 就是金委员长很期望 成为这个世界的关注的热点 就是 包括过去跟川普总统进行这个会谈 他是觉得很过瘾 这个朝鲜这么一个小的国家 人口这么少 经济又那么落后 居然能够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可以跟美国讨价还价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会觉得这个自己在这个世界舞台上 光辉琢磨的 引起很多人注意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他的动作就是 跟美国的这个和谈失败的时候 提了很多条件都没有被答应 还一直被经济制裁着 在这种情况下面 这个金委员长又多次的试射了各种导弹 然后这个不停的发射了一些 还有一些不明的这个发射器 也在这个不断的多动作 但是都没有引起这个世界上的很大的反响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金委员长一定是不甘寂寞了 然后跟大家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 让大家来猜这个金委员长在什么地方 这样再次的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这恐怕是这个金委员长很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从这个独裁政权的特性来看 如果金正恩同志不幸遇难 那么这个独裁政权势必会要考虑 他这个执政的这个稳定性 不可能会有这么长时间的 这个就是去冷静期期待期 让大家这个推选 不推选出他一个领导人 形成一个权力的真空 这在独裁政权里面 我觉得是不可以不可想象的 那么他势必会在这个时候 发生一些这个政权博力的这种内乱 他们内部人会这个 采取一种极端的这个仇恨行动 来夺取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因为在独裁政权统治下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包括他们整个的家族 这样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 宣下走围墙 显然是这个独裁政权 他们要做的一个动作 我们在历史上 可以屡见不鲜这种案例 如果他们这些人 假如说是在那做一代力的话 被另外一个人 夺取的这个执政的权力 那么很可能给自己 引来的杀身之祸 给自己家族带来的 万福不绝的这种灾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独裁政权的特征 就是没有办法进行和平过渡 所以如果说金正恩同志 因为心脏搭桥的手术 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 产生的一种事故 导致他这个不在人世的话 那么朝鲜的政权 就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一种变化 就会有新的这个独裁的 独裁者会上台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心脏搭桥手术 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 在现在不是一个特别 这个尖端高难度的动作 这个独裁者对自己的命 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他有什么这个三长两短 他之前都已经 这个都基本上都预计好了 所以这个 他比对待朝鲜人民的幸福与否 能不能吃饱饭 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 会更加高度的重视 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所以提前很多的预案 都应该做好了 我认为这发生这种可能性 不是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过几天 这个金正恩委员长 又很鲜活 生龙活虎的又出来了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又重新回到大家的这个 关注的这个世界舞台上面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就是不会有什么动乱 也不会有什么 这个我们只是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金正恩同志 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让大家猜猜我在哪儿 就这么一个故事 谢谢 卢南先生 你讲的这个说不定 还真的是如你所言 因为这个北韩官方的 劳动新闻报 他就在这个前天有一个报道 他说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感谢资源三十元建设的工作人员 说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 收到了金正恩的谢意以后 感到光荣无比 而且表示以更大的热情 来投入建设的工作 北韩是去年底把这个三十元郡 改成为三十元市 来积极推进当地的工程建设 那么这是好像最新的 有关于这个金正恩的动态 这个动态好像这个 在某一个角度来讲 他已经打破了 在外界说他已经成为职务人 或者甚至于已经去世了 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看这一次这个金正恩 他从这个传言 然后呢 这个谣传 然后这个谣传 然后呢 又又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说是这个职务人 又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就是说 甚至于死亡这样的一个历程 那么再来追回到这个前面 这一段过程呢 结果发现呢 是因为在这个北韩 在南韩有一个专门报道 北韩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引述了很多各方的消息来源 然后说这个金正恩 他动了开一道手术 结果是这个手术失败 那么然后呢 CNN就把这个新闻呢 给把它转载 然后再经过了这个 再经过了其他的一些的媒体 报道来自中国大陆 北京的一些这个重要人士 所做的透露等等 那么在最新的一个发展 是我觉得是值得 我们特别关注的一点 是什么呢 是这个南韩的 我们刚刚报道 统一部的这个部长呢 这个金顺哲啊 他说的话 他说呢 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南韩都非常的清楚啊 说北韩 对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任何发生过 这样子的一种情势 而另外呢 在这个南韩的另外一个 就是在 曾经担任过 在南韩的部会首长的一位议员 他说的一句话 非常这个令人感觉奇怪 他说的 如果说是消息来源 是来自于中国 那是绝对不要相信 因为什么 他说北韩绝对不会 把任何有关金正恩的动态 让说让这个中国知道 说中国会是最后一个 知道这个北韩相关情报的 一个国家 说是这个 意思就是北韩防中国 防的这个非常紧密 一些的重要的新闻 重要的情报 我对这一点呢 我是有点觉得是有点奇怪的 中国跟北韩不是关系一直都非常好吗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我不想这个谢连教授 您在这方面 您有没有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北韩没有 其实到现在为止 他也没有 他不相信中共 完全不相信中共 就是说这一点 就是说 我想我们以前都有了很多分析的 北韩内部的领导人那边呢 向来就是有这个亲中派和 亲中共派和亲俄派这个区分 那我们也知道 实际上金正恩上台的时候 本来这个中共 中共支持的呢 实际上是金正男 他的哥哥 所以这个金正恩上台以后呢 好长时间跟中共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交往 也没有像以前一样 就是说去中国访问 所以这个中共和北韩之间 就是在金正恩上台之后 有相当长了好几年的 这么一个非常这个冷漠 冷淡的时机 就是说 但是北韩呢 确实他又离不开中国 就是他显然呢 因为中共在他这个 比方说那个燃料油啊 还有有一些那个能源 这些很多最基本的问题 最基本的东西上呢 一直在支持他 就是说他实际上 要依靠中共呢 来给他输血 这个正确 他依赖俄罗斯 依赖不了 那依赖中共输血 中共现在能够为这个北韩来 能够起到一点 就是说 控制遥控 操控作用的话呢 就是通过他这个支持的 粮食和能源 甚至核武器的技术 我觉得 他实际上是因为依赖性呢 他不得不跟中共打交 但是他显然是对中共呢 他不会相信 比方以前我们看到 以前从金正日到金日成 金正日 以前那个北韩的高级领导人呢 他们根本不用这个中国的医疗专家 他们那个请的都是那个德国和法国的那个医疗专家 像金正恩本人 他在瑞士 在西方欧洲留学 他更相信德国人 德国医生和法国医生 他绝对不会相信这个中国医生 因为他这个中国当年支持的是 就是他的哥哥 他为了保持他的自治全命 他把这个金正男给暗杀掉了 他怎么能相信一个 随时可能就是扶持他的 他的那个兄长啊 和其他亲中派的人 更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中共的所谓派出高级专家医疗小组 这个我认为这个确实中共确实派出了一个 他中联办那个负责人叫宋涛好像是 他派出了他这个这个是肯定的 这点我们可以确实 但是就说中国的医疗小组 是不是真正去去救他 那根本不可能 所以还不会相信 但现在呢有可能就是最近呢 因为这个联合国的制裁 美国的制裁呢 现在就是说北韩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没钱去给一些法国的国家医疗小组 但是我想他并不是说 他也不会相信中国 那可能就是说 相信他自己 哪怕他用自己的 自己的医生也不会用中国的医生 我是认为呢 那个刚才鲁奈先生讲的很有趣啊 他很相信这个 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说他跟他的爷爷一样 金正恩跟他的爷爷和父亲一样 玩消失啊 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啊 让全国际社会美国来关注这个北韩呢 这可能性是有的 上次他不是消失了一个月吗 14年消失了一个月 结果出现了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那些谣言 我想这个金正恩也会利用这个来 看一下观察一下这国内 就是说反对他的势力 把那些反对势力让他们露出头来 然后再一网打尽 来消除他的反对派 另外他也看一下这个国际 这个他自己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 在美国的眼里面有多么重要 但后来他再出来 一个月以后再出来的时候呢 还活得好好的 但是确实有一瘸一管 就是十二次你看到 还是有一点那个有点病痛的 因为他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肥胖啊 糖尿病心脏病的问题 这一次呢 这是这个可能性是有 但是我认为只有大概两三层的可能 七八层的可能呢 是他有问题 其实他不是死掉的话呢 也是出问题了 因为这个最近就上星期六 他说是北韩的建军八十八周年 对一个控制自己的军队 这么迫切需要的一个共产党独裁政权来讲 他缺席建军八十八周年这个活动 这个已经很非常非常难以罕见 还有那个4月15号的这个 他们那个太阳节 就是金玉成的那个诞辰的纪念活动 他是从来不缺席的 这个是对北韩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结局 他的所谓白头山血统啊 他这个整个这个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呢 全部建立在这里面 所以他缺席这个的话 还有一个北韩人呢 他虽然是个共产党政权的国家 他实际上有些传统的那些东西啊 比如说手笑啊 这些很多东西他实际上还是留的相当完整 所以他不太可能 这个完全不可能 他一定是有问题 但是是不是死亡了呢 那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现在还躺在床上呢 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会导致身残呢 或者是有些各种各样的麻烦 这个是完全可能 我觉得这个各国呢 尤其是这个南韩中共和美国 可能都在考虑下一代 下一个接班人的事情 也在积极的扶持下一个接班人 但是呢 你至于说这个军战人出问题的原因 一个是做手术失败 有人说做手术失败 我看到还有一个说是 实际上是他那个试验 试验导弹飞弹一个出事故 也有这个可能 还有一个可能 我觉得不能忘记了 很可能是他得到了这个中共病毒 就是现在这个武汉武汉病毒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那个北韩 他这个现在已经有几百个人 就是几百个人死去了 就是他不可能不受到这个影响 并且他这些 在加上他自己原来就有身体 所以下面这个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有七八成的可能呢 实际上这个他是有问题 觉得出了问题 要不然的话 他不会缺这么多 这么多重要的那个活动 我补充一点 关于那个就是 谢田教授讲的 刚刚这个朝鲜人不太相信 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就是在几年前 有一个就是朝鲜的一个工薰艺术团 到中国去演出 那么就是因为在演出的节目单 发生了矛盾 这个叫什么江那个艺术团 大通江艺术团 然后整起的 然后就是这个在人民大会上演出的 整个节目全部撤回 然后就基本上就回到那个 就是这个朝鲜了 就是拒绝演出 还有一个案例是 金正恩每一次到中国 他的所有的物品 包括他的粪便都全部拉回那个朝鲜去 就避免中国政府能够分析出来 他的整个的生活习性和身体状况 我们知道历史上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远交进攻 周围的这些国家 包括朝鲜 包括越南 包括什么柬埔寨 面殿等等一系列国家 对中国都是有这种戒心的 这从历史上来说就是这样 因为这叫远交进攻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使他们一直都会对中国 保持一种戒心 因为中国曾经是他们的宗祖国 或者说我们在历史上 是主宰过他们 侵占过他们 或者说是打过他们 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历史上这种摩擦 所以这些国家里面 他们都会对这个历史事件 就是记忆犹新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朝鲜 他也是本身就独裁体制 他的领导人的去留 对于国家利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很有可能 他们会担心中国会控制到他们 这个不友好的例子 还有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时候 朝鲜人就认为中国 被离了这个正统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 被离了社会主义 他们就是跟苏联是一直站在一起的 在整个这个鸭鲁江汉啊 他们装了很多那种大喇叭 就是有些大喇叭就去挖了一个洞 把那个喇叭的心子放进去 就像一个几十平方米的 这么非常巨大的这个 这个音响 向着我们这边来广播 就是中国是怎么样的修正主义 中国背离了这个马列主义 中国跟这个苏联分裂 完全是走的一条 这个分裂主义的道路 背离了这个国际共产主义 这个在历史上是 一直不停的出现的 朝鲜从来没有跟中国 是真正的这个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他所有的这些 都是为了利益的存在 这个就是朝鲜跟中国政府 包括到现在也是如此 他只不过是利用中国 来作为一个跳板 然后中国政府 也是利用朝鲜作为自己手 里面的一个筹码 跟美国作为一种政治上的 一种交换 所以我觉得这个补充 谢前教授刚才说 这个他们从来没有互相互信过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谢谢这个卢南先生 我这次要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报告一下就是 由于这个 这个是这个 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家里面 来制作我们的节目 那么在分别 卢南生还有谢田教授 我们大家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 来为上传我们的节目 所以呢奇怪 就发生了有一些的 这个不明的 这个电话串音的这个状况 我想这个实在有点 让你觉得很奇怪 我现在正在来调查当中 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 发生了这样子的串音的情况 那么我想这个 刚刚这个 刚刚我们在谈很多 着什么话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